HELLO大家好 我熊我熊 今天來幫我們的老K升級一下啦 那為什麼要升級呢 因為它原本的燒掉了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之前檢測的時候就買來測試的 那發現不是它的問題啦 但是都買了就裝上去吧 那是哪兩個東西呢 就是這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整流器 是三信牌的整流器 那還有這個是點火器 也是三信牌的電火器 然後是支流電火器 在這裡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安裝吧 那首先呢 就先把坐墊拆下來 坐墊就是這裡 用12號板手就可以拆了 M8的螺絲 然後左右各一顆 那再來呢 就來換這兩個東西吧 一個在這邊啊 然後這個被我壓壞了 它不是自己破掉 是那時候沒有放好 被我坐墊壓壞了 那就很簡單的 都是快拆一頭吧 就把它拆掉 這個也拆掉 然後放旁邊齁 那再來是整流器的部分拆掉 對也是快拆一頭而已 好那再把這個整流器拆起來 好啦 發生了一件很智障的事情啊 就是 我這個工具塞不進去啊 這個是一般的套筒 然後塞不進去 對 它可能是要用這種T型杆 才塞得進去 因為T型杆 這個比較薄嘛 所以現在可能要再去買一隻T杆 因為我沒有10號T杆 沒想到會有這一天啊 好啦那我先去買10號T杆 再繼續回來換 小插曲小插曲 好啦那我剛剛就跑去買了這根T杆 它這個就比較薄就可以直接插進去 就可以這樣轉開啦 對 可惡沒想到會少這個東西啊 這樣就拿起來啦 好啦其實拆下應該會長這個樣子啊 那這個都是那個融化的那個塑膠 因為之前就是它短路啦 冒煙冒得很嚴重 那其實這兩個不用拆來 你就拆這兩個螺絲就好了 好啦那再來呢要拆油箱 就先把這兩個管子拔掉 直接拔就好了 那會小漏一點汽油 但不要怕 帶膠布的 好再來呢就是要把油箱拆掉 就把這個蓋子拿起來 然後這個 全部轉起來 這樣子呢就可以把油箱拿起來 油箱這樣拉起來 拉起來的話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是那個 浮筒 浮筒的接線把它拔掉 然後再來就可以拿起來了 然後下面應該會有一條管子連著 那那管子你可以不要理他拉 這邊就拿起來 然後等一下喔 這邊應該會有個管子這樣連著啦 你就用力把它拔掉就好 但你不拔其實也沒差 你就放油箱放著放旁邊移開就好了 總之油箱就先拆掉 OK那再來呢你就要找到一個正點 那找那種鎖頭正點 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夠長的話你可能還要接線 那接線的方式因人而已啦 所以這邊就不展開講了 那哪邊可以找到鎖頭正點呢 大概在這個地方 反正就是從這一包裡面 這邊有一個包 這些都是我改裝的線拉不用看 就從這一包裡面應該會有個黑色的 然後把它串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CDI的正點就接好了 再來呢我們就把這個CDI的直上接頭插進去喔 那我是買直上型的啦 就是KTR直上型的 如果你是買什麼KDU 那個就是豪邁的那個CDI的話 你可能還要自己改接頭啊 這個就要去沙漏廠買那個線主來改了 插進去 然後插進去最後再把它藏起來 我是藏在這裡啦 因為這個有點大顆所以 讓它自己斟酌一下放哪裡 我是這樣放進去而已 然後用它的這個橡皮把它卡住 讓它不要隨便震動 就稍微這樣卡著而已 然後就把這個二廢的管子拆掉 然後就有一些空間可以塞 大概這樣子 我CDI就這樣子固定而已啦 那再來呢就是整流器 這個是原廠的整流器已經燒掉了喔 對那這個我覺得算是還蠻嚴重的啦 基本上重點這樣已經完全不能有了 它已經燒掉了好幾顆保險絲了 那這個就丟掉吧 等一下把它貼一個故障的標籤 然後我買的也是直上型的 那之前因為整流器有點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測試它到底怎麼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把整流器換到原本的位置啦 如果是以前看我影片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有改過整流器的位置 但最後還是燒掉了 可能是它原本設計就不良吧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改裝整流器裝上去吧 直上型的好處就是這樣很爽啊 這樣轉一轉就可以啦 好再把這個接頭 因為接頭我也是買直上型的啦 不過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它顏色有沒有對啊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相對應的顏色都要對應到 大概就可以了 紅色 黃色 OK 這樣有對應到就可以了 然後就給它插上去就可以用啦 你看這個線都比原廠粗很多啊 好 再把它鎖進 那這樣子應該就不會再燒保險絲了吧 那直流CDR也改好了 再來就把油箱裝回去吧 然後再來呢就把油箱裝回去吧 拆下來的管子就要把它塞回去啦 可以下來的油箱其實不好裝 因為它這邊線太多了 所以可能就要慢慢喬啊 然後不要壓到線把它卡進去就對了 卡進去之後呢 再把這個浮筒的線裝回去啊 油表的線裝回去 然後確定不要壓到東西之後 就把螺絲鎖回去 就把螺絲鎖回去 然後把這個橡膠蓋子蓋起來 再來呢就把主公油管 跟這個負壓管插回去喔 OK 最後呢就把這個 坐墊裝回去 就大功告成啦 然後把螺絲鎖回去就可以啦 那要注意一下看會不會壓到的東西啊 像是那個CDI有時候就很容易壓到 那整流器就不用擔心 因為畢竟是原廠直上騎嘛 很方便啊 OK了來測試一下吧 應該是可以正常騎啊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發動了 好 太久沒發了喔 好開嗎 好啦正常啦 然後我的屁股就不會鬧煙了 可以放了 新的整流器的背層 然後我只想確定 DDI有沒有正常作動而已 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整流器有沒有正常作動吧 不過這個需要單用電表啦 就量一下電池有沒有回充就對了 好啦那現在呢就來測試一下 它有沒有正常作動吧 那就是要量電壓而已啦 就把側蓋拆下來 拆下來 那電池就跑出來啦 那再拿出我們的三用電表 來量一下喔 12.1那邊吧 12.1那邊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發動 然後兩個人看電壓有沒有上升 好像沒有耶 那就吹油門看看 看電壓有沒有上升 電壓上升才是對的 就這樣直接收到 就收到 好啊那這樣就是正常它會正常的抖動啦 那這個東西呢 就這個單用電表 是那種 比較算是室內配電 在量交流電 或者是比較高的自由 高壓直流電在用的 所以它的數字就沒有辦法那麼準確喔 如果各位買那種家用的應該就很好用啦 那我之前有一個但是它壞掉了 所以就用這一個 但是很麻煩 啊那個 抖動真的太小 但是還是有在抖動啦 啊總之呢它有在抖動 然後吹油門吹到一個進階之後 它會停在那邊 它不會一直無限往上衝 然後它是 轉速升高的時候 它會往那個高壓的方面去轉 那就代表是正常的可以用的 總之 測量摩托車回充的應該文章很多啦 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把測蓋關回去啦 再來就去騎一段時間 再來跟大家聊心得吧 這兩隻卡扣卡上去螺絲鎖鏡就可以了啦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聊一下KTR 在我最近騎起來的感覺啦 那因為最近是夏天 所以說白天騎車都很熱啦 晚上騎車剛剛好 那其實我也早就已經忘記了 我要拍這個影片了 是我最近在整理電腦發現 欸這個怎麼沒有拍完 所以才趕快出來補拍一下啦 那我現在呢 就騎著KTR又騎了差不多 500公里左右了吧 那自從我把這兩個零件換掉之後呢 說真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如果硬要說的話 就是 不會有那種以前 騎到一半突然覺得 車子怪怪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騎起來是跟以前 車子 比較正常的時候感覺差不多 還有一點就是 轉速上的去了 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喔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差別而已啦 現在7000轉 然後拉上去的話 這台是4V引擎的感覺啦 之前的那個 感覺都怪怪的 那種高轉悶悶的 但是把整流器換掉之後就正常了 加上直流點火DDI嘛 所以說 點火效能也是比較強啊 整體而言我覺得是提升的 就是如果你有KTR 剛好這兩個東西都還沒換的話 我覺得兩個都可以直接換一換啦 那整流器我是強烈推薦必換 點火器的話 就還好看你的使用心得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升級一下還是不錯的 畢竟還是有感的 而且KTR的電盤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壞 其實KTR的發電量還不錯啦 所以說不用擔心KTR會沒電 如果是野狼的話 可能會考慮一下會不會沒電 不過KTR發電量 會高野狼蠻多的 所以就可以很放心的話 噴射就不用說啦 噴射基本上全部都是這種點火 所以噴射就不用擔心了 噴射基本上全部都是只有點火了啦 應該 我還沒有看過噴射車是用交流點火的 好的那 這個呢 就是 KTR的簡單心得啦 說心得就是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不過 不過 不過異常狀況總是解除了就對了 解決KTR長久以來的通病啊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 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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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